哈囉 歡迎光臨本週的KISS一把照 其實每次韋恩都CUE我開頭 但是都沒讓我開頭 就是八雙百行吧 有啦 我有CUE你啦 每次都說要讓我開頭 結果我想說我已經想好了之後 怎麼已經被講完了 是這樣子喔 好啦 抱歉 但是至少我們在服裝上 就是有想說要讓冬天的時候亮一點 對啊 你看我今天特地帶了這個圍巾 哇 這個是什麼顏色 這算是什麼顏色 紫紅色嗎 對 然後帶點桃色 但是我自己就是喔 我用圍巾的時候有一個困擾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打 會教我們一些打法 打法嗎 但是你現在有麥克風是不是 我現在有 那你只好幫我拿麥克風 我們都是講求一個非常live的 是的 非常隨性的 可是我這樣子是不是麥克風就會移動呢 好 像你這樣子 好 最簡單的就是 就是像這樣 一整條你就把它圍過來 比較長的這邊 然後繞一個圈圈 對 繞過來 然後中間這邊一定要有鬆鬆的感覺 對 因為我之前都勒太緊變成這樣 超醜的 就不時尚 很像就是那個寒冷的北方的那種女孩 然後就爹娘我回家了 來吃個什麼 熱湯吧 所以一定要有點鬆鬆的感覺 對 好 這就是最簡單的了 沒錯 然後另外一種呢 就是你要把兩個弄起來 然後也是稍微這樣子打個結 從後面 有點男生像那個領帶 對 只是說它是有點鬆垮的那個方式 然後這樣稍微把它拉起來之後呢 然後這是一種 前面這樣子 對 你還可以就是把它稍微拉鬆鬆的之後 然後呢 就是再把裡面的這一條再把它穿過來這樣 對 這樣又是另外一種打法 是是是 可是不要用這種膨鬆的 如果你想要再從裡面把它穿過來 就要用比較 比較薄的 對 比較薄的 不然你就會整團在這兒 莫名其妙體積變大了 好 所以打圍巾喔 這個剛才Kiki有介紹了 就是要讓它有那種寬鬆 然後呢是隨性 但是又帶有fashion的感覺 或者說你想要有點貴婦的氣息 這樣子就是 喔 稍微 沒錯 小恩子去幫我倒杯茶來 就是像這樣也可以的 就是這樣子隨性的披在肩膀上 對 然後我有的時候 因為就是太冷了 這個也很好用喔 我就可以這樣子 把它這樣 蓋在頭上然後就 喔 這種 像跨年的時候 是是是 那這樣的話一定要夠厚這個圍巾 對 就是它夠夠寬 不同的材質跟不同的長度 都可以做就是不一樣的搭配 好 謝謝Kiki 今天 沒錯我們很可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介紹給大家喔 今天呢 在這幾個 呃 榜上呢 有幾張專輯 有三張新進榜的唷 好 首先呢 是誰呢 首先這個是 讓我來瞧瞧 第六名的你眼地怎麼這麼好啊 我拿這麼遠你也看得到 是的 因為我已經看到他那張圖 不是那張圖 那張腿是什麼東西 那條腿 對 就是我們第六名 而且我覺得 新歌讓人有遐想的空間 在你呼呼 到底要呼 呼什麼呢 就是安慰啦 安慰的意思 因為像我們每次只要有那種撞生死 很好用就是 呼呼呼呼 就是這個呼呼的意思 有一點台語是不是 台語呼呼耶 但是呢 就是他又把這個呼呼的境界發揚光大 對啊 那個造型真的不是蓋的 然後也有那種熱呼呼的意思喔 其實在這個冬天就是希望聽這種 比較輕快的歌嘛 然後呢 以及呢他蠻辣的裝扮 可以讓你覺得熱呼呼的 對 而且就是連我是女生 我看了我都覺得 好熱好熱喔 是 然後MV呢 也引起了一陣討論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他這張就是專輯裡面 收錄的抒情歌也蠻好聽的 因為他又是開始熱搭在韓劇的片尾曲 所以你很熟 對對對 每天都會聽一下 好 那這個新進榜的歌曲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首歌囉 就是呼呼 沒錯 好接下來也是 好第幾名呢 接下來是第五名 安心亞是第六名 然後第五名是這一位 哇 哇他去年演偶像劇的時候 竟然 背部全弱耶 對就是我們的 蠻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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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不是我講蠻嘎 沒有我無法想像就是 光著屁股你知道嗎 面對觀眾 會怪怪的耶 其實就是他 我跟他雜誌就訪問他 問他說 那你怎麼就是敢這樣子 突破西訪 突破一撮呢 他就說其實我就是 因為他是有到國外去留學過的 所以他覺得那個東西就是 只是為藝術 對美麗的東西嘛對不對 我覺得現在就是 很多人的觀念就是很不一樣 然後他也有出寫真集 要不然我覺得你就是可以在就是 選擇新一年的生日就去拍個全裸寫真 這樣 為自己留個紀念之類的 我不是在國外長大的 哈哈 我還是有東方人的傳統的 禁池 對禁池 但是他背部現場 你確的就是讓很多濕奶都 哦 對對對 幾品啊 哇我還想我還 就是有想到說他那個畫面就是 他剛好就是遮住重要部位 對然後這樣 在那個沙漠啊 或者哪裡穿一招 而且因為偶像是犀利人妻 他真的大紅特色 對啊 藍總監 好 然後也變成了唱跳歌手哦 佑聖 好多人的網友都說 好像看到王心靈變成男生在跳舞 但是我覺得也蠻猛的啦 很可愛 就是跟藍總監有不一樣的感覺 真的 好這個一進榜就來到第五名 然後這張專輯叫做是 完美先生 真的是線條很完美 而且他就是非常大方 你看就是這麼大一張 但是他裡面收錄了有六首歌曲 還有五十二分鐘的DVD 哇哦 如果你喜歡就給看得夠了 好的 然後他的那個表情也都蠻猛的 你要不要學一下 嘴巴違章 然後一天生物 好像差很多 我看我們還是進到下一張進去吧 是 丟到旁邊 沒有啦 抱走抱走 好 接下來呢就是 也是一張星星版的專輯 就是許惠心 然後他這一次就是 那個主打的歌喔 就是黑天鵝欸 感覺是不是好像有分裂的感覺 而且第一次看到那支MV的時候 我其實認不出來是他 真的 然後是到下面打錯他的名字 我就蛤 天哪是許惠心 又回來歌坦了這樣 對 那為什麼會叫黑天鵝 其實他有學過芭蕾這樣子 沒錯 所以呢他就說 這個舞步 是有跳天鵝壺之類的 有融入在裡面 而且因為黑天鵝代表的是一個 人性對 陰暗面 他可能想說 不要看我就是以前都是這樣乖乖的啊 像白蛇公主 其實我也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面貌喔 是的 所以這一次的專題就叫做 新進化 又進化到 一個讓你從來沒有認識過的許惠心 白天鵝變黑天鵝 好可怕 是有那種精神分裂的感覺嗎 而且看的那一支就是錄影帶 我都一直想到電影黑天鵝 喔很好看 娜塔利波曼 一樣是講那種人性的黑暗面的 哇 然後呢 我今天也有播到一首歌 就是他翻唱 就是韓國的一個抒情歌曲 我覺得也很好聽耶 那個介紹給我呢 對那個 本來就是很好聽的 抒情歌曲 然後當初呢 也有搭唱2011年的韓劇 所以呢 就從韓國流行 紅到台灣來了這樣子 他這次算是全面宣告復出了啦 因為之前都只有演舞台劇 對啊 就去年在忙著那個海上奇緣 對 好 怡青榜來到了第三名 然後呢 接下來這一位就是 他沒有像許惠心一樣的稍微休息 他一直都很忙 哇 而且就是堅持每一年都要出一張專輯 對 所以這一張就是我們已經蟬聯兩個禮拜冠軍了 嗚呼 周杰倫 然後第12張專輯也就是意味著他已經出道12年了 好厲害喔 對 就是一眨眼耶 12年前你還是那個小孩子 對對對沒錯 我怕你爆料我 我差點要被爆料了 所以你還沒剛生出來啊 對啊齁 怎麼會這樣啊 哇轉眼間就是已經陪伴我們大家12個年頭了 而且他確實就是跟剛開始可愛女人那一張的時候差蠻多的 對啊他那時候就是還是有點那個打籃球的那種籃球小子 還是個青色的少年 那現在已經完全就是一個 天皇啊 對 然後那個整個造型都是非常的潮 嗯 然後這個還染髮啊 然後都會帶一點魔幻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他好聰明喔 因為他知道就是演藝圈 現在流行什麼 對然後他就會馬上去投資副業 然後每一項眼光都還蠻精準的 對然後除此之外呢 他的作品也都是會跟上時代的潮流 沒錯 欸我們上次說要練那個公公片頭痛難的 哈哈 我還沒練 對對對好我們下一次下一次 太好笑了 好好好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個禮拜的發燒排行榜 那我們還有要介紹給大家法文對不對 對 好今天要介紹就是呢 在這個冬天喔 然後我們大家都會這個像剛才圍巾啊 圍巾的法文怎麼說呢 就是 LAY SHOP LAY SH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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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SHOP LAY SHOP LAY SHOP 天啊好難聯想喔 對對對 LAY SHOP 對對對 跳有點這種感覺 然後呢我們也都會戴手套 我們在騎車啦 或是時候很寒冷的時候 那手套怎麼說呢 叫做Jean Jean 對 LAY JEAN LAY SHOP 對 LAY是什麼呢 LAY就是一個冠詞 然後它是複數嘛 因為手套一定都是一雙 像英文的LE嗎 對對對 其實像英文的LE這樣子 LAY SHOP 因為手套都是一雙 所以就叫做LAY SHOP LAY SHOP 好圍巾就叫LAY SHOP LAY SHOP LAY SHOP 美女 欸 你的SHOP 你可以用我的 這樣 唉唷 搭帥 對好棒 好啦這就是今天的Kissi巴造 是的 冬天呢 Kissi巴造讓我們想吃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 Bye